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围起两个月的马拉松式活动 包括了茶文化 户外瑜伽与拉丁舞派对等 透过专属社群网站带领民众 以全新的视角游三猫地区挖掘私房景点与优惠活动 拉丁舞蹈派对热力四色 还有猫空可爱角色伴游 台北捷运公司举办为期两个月的 庆祝猫空缆车15周年活动 包括露天茶席 户外双人瑜伽及拉丁舞派对 也开始营运三猫吃喝玩乐的社群网站 欢迎民众来挖掘三猫地区的私房景点与优惠 其实缆车基本上也就是三部曲 第一个 你要向社会大众说明我们这个系统是安全 第二个 我们要在这个安全制度下如何确保我们很稳定 非常的这个可靠的来这个负责营运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财务问题 就是营运的这个财务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105年 这个票价也重新调整 那即使是这样的票价水准在全国全世界来讲 都是非常便宜廉价的一个运输 所以其实我们在疫情前 这个香港 还有这个日韩游客 他们都非常喜欢来我们这个 缆车来的体验这个 这个猫空 体验我们缆车跟猫空的文化 那现在因为疫情 这个疫情 这个确实财务也是受到影响 那这实在我们因为代操 所以我们整个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 这个交通的系统 事实上还是要感谢这个市政府大力的支持 这个我想不管是游客 或者是当地的居民 有这样的好的系统 都是市政府默默的在支持这样的系统的运辆 那基于我们是一个受委托的单位 我们事实上也有一个责任就是说 让这个系统不止安全可靠 还要能够财务永续经营 所以市府我想在负密的指导之下 这个市场支持之下也有进行的 所谓的这个三猫2.0计划 那这部分我想这个既然是一个旅游景点 而且是面向国际的话 我们必须要把亮点拿出来 那我想市府一直在讲说品牌 猫空本身就是一个品牌 大家都很清楚 那现在重点就是说 怎么样那个品牌的价值能够彰显出来 我们已经用这么廉价的这个交通的成本 来支持这样的运输的话 那怎么样结合当地的这些特色 我想这些特色大家都非常清楚 包含我们指南工 包含我们这个柔软省谷 包含我们一些茶的一些机构等等民间 我想我们把目标确立 让这整个的旅游价值能够产生 我想这个在未来的这个营运 尤其是猫空这样的一个旅游景点 应该千金可惜 这个猫兰15年 猫兰也是我们台北市的指标性旅游 那到现在已经15周年 做人已经超过3000万人士了 不过15年来也虧空了18亿以上 不过是这样 这个地方还是有愿景的 因为将来環状县跟文武县 在这个地方交叉 再加上那个安坑的清水 再加上那个猫兰 所以这个地方是个交通要道 将来还是相当有前景 那我们当时在想说 如果这个地方要去进一步发展 到底要什么处理的 那当时就有提出一个叫三猫计划 猫空猫兰跟猫雄 猫雄指的是动物园 那猫空有茶文化 那怎么把它弄成一个台北市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所以虽然我们在那边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那个茶文化中心 每天都很在讲解这个 猫空的铁观音 那最后就是这个猫兰 据我所知这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兰车 难怪亏损这么多 那不过是这样 要把这个地方的整个人文 生态全部做起来以后 才能够提高它的附加价值 所以事实上这个15周年 只是给我一个暂停下来想 也在想下一步要怎么发展 所以这个環状线还是要尽快完成 那安坑那个轻轨就看中央怎么处理 那将来这个 如果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交通要道以后 这个交通方便了以后 如果让猫空变成一个台北市的一个 更有气质的休闲文化中心 这让整套做起来 所以现在要做的事都是 怎么去提高它的附加价值 所以这个就大家继续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在地离帐也推荐民众好吃好玩行程 串联猫兰观光走线 配合我们当地的一些的活动 就是在刚刚那个电视墙上面 他有介绍在10月22号 有一个露天的茶席的活动 这个就在我们猫空上面来举办 那我们希望大家有空 能够西家带卷的一起来 我们猫空参加这个茶席的活动 同时能够坐我们在地 就是我们全台北市最长的缆车 来上到我们猫空 欢迎大家届时能够来参加这个茶席 因为我们每年也都会有举办 我们猫空自己上面的一个 那个千人茶席的部分 每次盛况都很多人参加 那这次我们希望也能够透过缆车 15周年的行销 能够再次把人带上我们猫空 全新的猫懒活动IP 共都拉 也在这次记者会上首次亮相 五个吸睛角色 以猫空知名的茶文化 与生态动物为主题创作 将会在专属的IG及FB登场 带领民众一同玩猫空 再来是医疗消息 鲁癌常年位居国内女性癌症之首 10月是国际鲁癌防治月 台湾鲁房医学会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与鲁癌社团花样女孩购购购 首度携手实力派演员徐伟宁拍摄鲁癌未教影片 呼吁女性朋友要定期筛检 早期筛检早期治疗 医生也指出随着医疗进步 透过早期术前的辅助治疗 可以增加保留鲁房的机会 鲁房是不是全部都要切掉 每年10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 台湾乳房医学会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与乳癌社团花样女孩购购购 特别携手实力派演员徐伟宁拍摄 鲁癌未教影片 呼吁女性朋友定期筛检 早期筛检早期治疗 面对乳癌不要畏惧 现在治疗已经更加多元且精准 透过早期术前辅助治疗 你不再只有全乳房切除手术的方式选择 更有机会保留乳房 维持好的生活品质 了解自己的治疗方式 与医师主动讨论 延续美丽精彩人生 才能留下最多幸福 对于自己检查自己的乳房状态的时候 其实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母亲就给我这样子的观念 就包括说你实时要检查自己的 你的外型 然后或者是有没有分泌物 或者是有没有疼痛感等等 这些都是在很小的时候都知道的事情 然后一直到 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到了27岁的时候有一次 但是在检查自己乳房的时候 突然发现好像有一颗像绿豆大小的 没有痛感 所以当时就及时决定说 那就要去照一下乳房X光跟超音波 那当时在等待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焦虑的 可是但经过这一番检查之后 医生跟我说可能是荷尔蒙的 金钱症候群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双公母对于一个女生来讲 那是更重要的 如果今天早期发现我多多的爱惜我自己 多多的检查我自己 其实就可以更多的防范于未然 台湾乳房医学会理事长陈守栋指出 目前乳癌治疗多元化而且精准 癌有不再只有全乳房切除手术的方式选择 透过早期术前辅助治疗的帮助 不但手术前有机会缩小肿瘤 也可以减少大范围乳房切除 或是免除淋巴扩清术 提升术后的生活品质 术前辅助治疗 它可以让五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 它可以减少整个乳房切除的比例 增加乳房保留的比例 大概可以增加40% 那另外呢 第二个是它可以减少淋巴清除的比例 它大概可以有40% 本来要清淋巴的可以不清 那可以避免要有以后的淋巴水种 第三个它可以预测病人的愈后 如果术前辅助治疗 总的说得很好 说得完全找不到癌细胞 它愈后是好的 如果总的不缩小 它愈后是比较差的 那所以第四个它就可以 等于是预测这个药效 那第五个它 我们可以根据 它有没有残留癌细胞 那当成术后辅助治疗的进一步 参考的资料 术前辅助治疗 其实最重要的呢 最常见的是术前化学治疗 跟术前的同时合并的标靶治疗 那标靶治疗 双标靶再加上去效果是最好 那当然也有人用术前的荷蒙治疗 那它缩小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那最近呢也加上了术前的化疗的时候 同时合并免疫治疗 那这样子也看到效果是增加的 术前辅助治疗 只要是肿瘤太大 想要保留乳房都可以尝试 那当然呢 在乳癌的各种分类里面 更适合的 效果更好的 那就是荷尔蒙 是那种表白阳性的 就是喝吐阳性的这种肿瘤 或者呢三阴性的 那这个因为这种肿瘤 术前辅助治疗 它缩小的效果是更好 那另外呢 病理科找不到癌细胞的比例 可以达到 如果是喝吐阳性的 它甚至可以达到60%到80%的 找不到癌细胞的比例 那三阴性大概40%到58%的 这样报告的找不到癌细胞 所以这两种类型是最适合 宿前辅助治疗的 罹患喝吐阳性乳癌患者的Tracy 她以自身的经历分享 透过早期宿前辅助治疗 让她治疗过程顺利 也能保留乳房 因为我看了三个医生 那每一个医生 每一家医院 其实医生建议的方式 都不一样 那因为我在寻求 第一家跟第二家的时候 两个医生讲法就不同 一个是建议先切除 那一个是建议先 宿前治疗 那因为当时对我来讲 其实是陌生也模糊的 我根本不知道 也不懂 到底为什么要先切 或是为什么要先治疗 我只知道 我很害怕化疗这件事情 那后来寻求到第三家医院 这医生就告诉我说 解释得非常的详尽 为什么要先做 术前治疗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先去判断 这个药物 对我的肿瘤是不是有效果 如果对我的肿瘤有效果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肿瘤 甚至淋巴的癌细胞 全部打掉 那如果今天这个治疗 是有效果的 我切除的面积就会变小 我就不需要去做到 全部的切除手术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淋巴扩清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乳癌患者来讲 它是一个在生活上面 非常不便利的一件事情 因为两只手的状况 是不一样的 那它甚至可能 没有办法完全举起 也没有办法行动自如 你可能术后在照护上面 其实需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跟心力 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幸运 也谢谢医生 就是让我知道说 术前治疗的重要性 就是让我的肿瘤 缩到最小 然后在手术的时候呢 我能够开的面积是最少的 然后保留到自己的乳房 让我现在其实跟正常人 是一样的 对也许它做了部分切除 可能不是这么完整 但是它还是我自己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今天这个活动 就是把乳房还给自己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然后再过来的话 就是淋巴扩清这件事情 让我完全不需要动到 我只需要取出11颗淋巴 那这淋巴取出来之后 又是完全病理反应 完全没有癌细胞 所以我才说这个过程来讲 其实真的非常幸运的 建议就是 不管是年轻的女生 还是像我们可能 已经有到了一定的年纪 因为我离癌的年纪 是42岁 可是我知道现在 我们在癌友社团里面 其实有很多 可能20出头的女生 其实就已经有乳癌的状况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只要在经期过后之后呢 其实真的要自己早塞 早治疗 因为你要定期的去做自我检查 你才能够发现到问题 那当然在我们 发现有状况的时候 除了要找到 有医院的医生之外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 就是做详细的检查 因为我当时第一年 如果就有做乳房摄影 不是只做草云波的话 我相信我可能 不会到二三期 对 那如果说我在 一发现二三期的时候 我又拖到的话 可能状况又会更严重 所以其实我真的 还算蛮幸运的 就是说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 然后呢也让我就是 治疗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 也许过程是辛苦的 但是至少 我现在预后的状况 是非常良好 然后只要持续的追踪 然后持续的 就是打停经针啊 吃抗荷蒙药 其实对我的身体来讲 其实我现在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对 我们的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目前在就是病友社群里面 服务的病友 大概有五千位 年轻的乳癌病友 年龄大概都是四十五岁以下 二十岁到四十五岁 那可以想像这样的病友 他面对人生的冲击 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今天的主题 就是保留最多幸福 把胸部还给自己 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 年轻女性的病友 她其实会为了就是 第一个是害怕化疗 再来就是害怕就是 胸部不是自己的了 因为这样的原因 放弃治疗的病友真的非常多 我曾经有病友她打电话问我说 米娜你已经做完全部的治疗 我三十二岁去的诊诊完 我做了十二次的化疗 十七次的标法 又做了三年的停经针 又做了全切的手续这样子 做了很多 她就问我说 你一路坐下来 有没有觉得这是很痛苦的 你会不会觉得撑不下去 我觉得不会 因为很感谢就是 有就是乳房专科的医师 在守护我们 然后就是督促我们往前 但是很多病友 其实并不知道 她们会很恐惧 对未知感到很害怕 那位女性打电话给我 问我说 治疗真的这么可怕吗 我们跟她说不会 真的不会 你过了就过了 你会用来很短的这个辛苦 换来一辈子想做的事情 想要的幸福 那我还记得半年后 那一位病友跟我联络说 诶米娜我跟你说 我已经做完治疗了 就是我都顺利完成 真的没有你讲的这么 就是真的不像我看电视也 这么恐怖 像电视连续剧都非常恐怖 这样她就说 其实那个时候 我跟你联络的时候 我有考虑要亲身 就是为了要躲避就是治疗 然后为了要躲避就是入房的手术 这样 那我们很感谢那个时候 我们有通上电话 也帮助她一起度过了 我们洗手都过了这个难关 所以卫教 在后段的卫教 告诉各位怎么来处理 在前段的卫教 我还是要重申 早期的预防是透过筛检 我刚刚告诉各位很多的实证 但是更早期的是叫做预防 所以怎么透过我们的运动 怎么透过我们的这个饮食 来调节我们的身体 最重要的 我们要呼吁所有妇女朋友 情绪的稳定 心情的稳定 国健署提供45到69岁的女性 以及40到44岁有家族史的女性朋友 每两年一次乳房X光摄影检查 医师也呼吁妇女朋友 要定期筛检 才能早期筛检 早期治疗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再来是破案消息 台北南港警方盘查违规停车 远景在驾驶的身上起出了毒品咖啡包 而且外包装竟然是仿冒知名的连锁手摇饮料店 尽管驾驶说里面装的是茶叶不是毒品 但是警方是当场一验确认是三级毒品卡西桶当场人赃巨货 轿驾驶被警方拦查相当的紧张 警方搜出这一包 第一次听说手摇饮有出随身包 远景半信半疑 但驾驶说这不是毒品 而是知名手摇饮随身包 但远景对这些说辞不彩性 仔细看包装上写的知名手摇饮的名称 拼字没有错 里面装的是俗称喵喵喵 寓言的三级毒品卡西桶 似乎想靠着饮料的品牌 来规避警方的茶器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旧庄派出所远景 日前执行巡逻情务时 发现一部宾室车围停在机车亭等区 于是上前盘查 经调查开宾室车的线系男子 特地载着友人自南部上台北度假 当时原本打算驾车去找朋友 因交通违规而遭警方盘查 远景仪男子身上发现可疑的茶包两包 经初步检验尽为三级毒品卡西桶 夸张的是他的外观和知名连锁饮料店几乎相同 不知情者恐信以为真 警方于调查完毕后 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将洩南移送40地方检察署偵办 男子自以为聪明想骗过警方 没想到还是被试破 警方依法将人逮捕移送 后续也将追查毒品来源 不让毒品危害民众 记者黄少铭台北报导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提出动保政策 表示台北市平均每四户就有一户 饲养全猫 更应该积极提供动物友善环境 透过福利保护教育 这三个面向打造友善动物城市 未来还要强化友善宠物公车 并事办捷允宠物车厢 友善动物台北更好 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 召开友善动物台北更好政策发布会 表示未来将从动物福利 动物保护以及动物教育 三个层面推行动保政策 包括建立动物友善医疗体制 打造动物友善环境 建构宠物友善交通 提升动物收容品质等 八项具体作为 我也提出三个层面 对于未来动物保护如何在台北市落实 福利保护和教育 所以接下来会一一的做一些详细的说明 简单的跟大家谈 我们在福利层面 我们会建立动物友善医疗体制 打造动物友善环境 宠物友善交通 动物保护 我们提升动物收容品质 成立非犬猫案件调查组 推广友善续情水产品 第三 教育 校园推广神明教育 建构领养教育制度 关于动物福利的部分 我们希望未来 市府可以跟民间业者积极合作 推广定型化宠物医疗保险契约 减轻四肢跟毛小孩的医疗负担 因为其实在台北市有很多 是因为当我们饲养宠物的时候 有些朋友 他们在饲养间的过程 非常开心 跟宠物之间的互动 但是当他一生病 或是接下来不定时生病 很多的医疗负担 造成他们的压力 然后产生弃养 所以为了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以及我们希望更加的扩展 现行我们在进行的宠物保险制度 我们要推定型化宠物医疗保险契约 所以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会努力的目标 第二 打造动物友善环境 我们希望在内湖流浪动物之家 尽速动工 其实现在我们规划也确定了 就是我们地上盖四层 不再往下往 希望加速这个整个工程的施工 那打造以动物为本的动物之家 除了提供友善流浪动物空间 更重要的 我们希望未来 当我们新的动物之家建好以后 可以纳入更多的生命体验 教育等等 让孩子都能体验生命教育的课程 其实这边有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台北市目前共有17座 我知道到年底可能就有19座 狗公园跟狗活动区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打造多元狗公园 宠物友善交通 我们希望能够在既有的基础之上 强化宠物友善公车 先从周末优化公车路线开始 再慢慢的推广到平日 带动四主机宠物友善旅游与运动风气 第二 我们可以开始试办捷运宠物车厢 仿照日本的新干线 固定时段 非尖锋时段 试办捷运宠物的车厢 我们可能规划 某一个专用车厢 利用周末或是非尖锋时段 让宠物及四主 能够共同享受愉快搭车的旅程 第二个层面 刚谈到的是动物福利 动物保护 其实非常重要 其实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临扑杀政策之后 其实相关的配套并不足够 收容所空间亮起红灯 所以这边 这个数据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其他县市 包括新北的五谷 八里三只 台中的动物之家 南屯圆区 或是厚里的圆区 其实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 流融最大值 跟目前在养树 台北市市 目前流融收容量 大概450只 但我们在养树 已经705只 所以这个是已经造成 空间完全不足 但我们已经 还是在收容这样 这么多的流浪动物 未来我们的动物之家 不只是收容 领养 还可以纳入更多 包括生命教育 等等相关的课程 然后呢 对于动物 提供相关的医疗 还有包括 行为矫正等等训练 都纳入在未来 我们友善动物收容所指引 第二 关于动物保护 未来希望能够成立 非犬猫案件 调查小组 其实大家 不管是看新闻 或是比较熟悉的 都是对于 犬猫的虐待案件 或是判断 会比较容易 但是 大家不要忽略了 很多非犬猫的动物 其实 也常常受到虐待 第三 推广友善续情水产品 其实 现在台北 我们是要跟国际接轨 也应该是要引领 台湾食物系统 环境友善 消费者友善 动物友善的模范 作为市长 我更要让市民 吃得安心 与心安 第三个层面 也是最后一个层面 动物教育 我们希望 校园推广生命教育 不管是涵盖 动保教育 食农教育 生命教育 动物福利教育等等 我们培养师生 对于动物的同理心 能够对于动物福利 五大需求领域 五大自由 有充分的认识 另外 很重要一点 我们希望 为了台北市政府 动保处的 动保网站上面 可以增设 小动物友善飼养指南 也就是说现在 我们希望的 不只是对于 犬猫 大家所熟悉的动物 其实现在 还有很多的市民朋友 他们饲养各种小动物 不管是兔子 仓鼠等等 当然现在 我们动保处网站 有类针对这些小动物 提供相关的饲养教育 他们的饲养方式的指南 但我们希望能够扩大 因为现在真的饲养的 小动物非常非常多 我们希望把正确的观念 跟知识 很清楚的 传达给我们市民朋友 减少不当饲养 及弃养的问题 建构领养教育制度 其实这就是 连接前面我们谈到的 不管是动物福利 动物保护 加速我们 动物之家的建构 打造台北成为友善动物城市 我们一起努力 现场民间动保团体 也提供建议 并肯定蒋万安提出的动保政策 动保团体一直很期待 政治人物能够跟动保来对话 因为动物是不会讲话的 他们也是一个弱势 那很高兴我们的 那个蒋万安候选人 在几个月前 就开始有跟我们 动保团体来沟通 所以其实今天这些政策里面 都有纳入一些 我们动保团体 长期一直来想做的 希望来做的 那当然我们台北市呢 的动保资源呢 相对全国其他县市是最高的 真的都是倍数的 但是我们认为呢 资源可以用在更有效的地方 可以更好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寵物公园 我们台湾现在六都 就有60座寵物公园 那全国加起来是71座 那台北市现在是跟桃园 是每一区都有一座狗公园 或狗活动区 但是呢 这些狗活动区呢 都是设在比如说河滨 或者是树木很少的地方 所以它的使用率就會偏低 所以我觉得 那个我们候选人提出 把他社区化是一个非常好 那我觉得那个目前应该是 我们候选人是最先 很正式的来提出这个动保政策 那我们也非常的肯定他 希望他能够当选之后 能够为我们台北市的动物 模糊力 蒋湾也强调 会参考新北与台中的做法 在台北市动物之家 规划体验式生命教育区 提升四主的责任教育 从源头管理流浪动物弃养问题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舞蹈及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申申 在928教师节公布教育政策 把五岁幼儿纳入台北市国民义务教育 另外三岁四岁幼儿纳入台北市免学费的 幼儿教育范畴 并加倍补助私幼的学费 以减轻家长的负担 第一个就是幼儿教育纳入 五岁为义务教育 然后三四岁才免学费 第二部分 学费补助从13660每个学期 我们希望它翻倍到一年五万四千四百六十元 六百四十元 那另外是幼儿教的师生比 大概是一比十二 这个也是目前大家都有共识的方向 那最后是国际教育 我们每年会变点一亿点的预算 五岛级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申申 公布教育政策 在幼儿教育方面 她将推动四大重点 来减轻家长们的负担 并提升幼儿教品质 幼儿教育大家最近都在提到说 因为在台北市物价高 房价高 生养不易 所以大家都在提出 各种不同的加码政策 那我个人认为是 孩子的未来不能够耽误 所以要投资也要投资在孩子身上 那美晴市政府 之前我们有精算过相关的 这些教育成本 那今天我们提出的第一个 最重要的政策就是 纳五免三四 纳五的意思是 义务教育纳入五岁 也就是我们现在 义务教育是从六岁开始 那五岁一直都是 从中央到地方 现在其实都已经 市到够免学费 那我们其实大部分 目前台北市的五岁的孩子 其实进到公佑的比例 已经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也就是说几乎只要是五岁 都可以进得到公佑 所以其实他已经实时的做到义务教育 那我们希望说推动在台北市 因为全国要做到义务教育 并不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我相信在台北市 把五岁纳入义务教育 会是我们台北市 马上而且立刻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把五岁纳入台北市的义务教育 只要在教育基本法 和地方制度法 我们其实是可以立法直接来修法 在台北市先实施 所以五岁纳入义务教育 这是可以现在就做 而且可以立刻做 只要法案通到议会 我相信议员也都会支持 那免三四 就是三四岁 我们希望他能够将来是朝向免学费 免学费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公佑 还有非营利 还有准公共化 每个月还是要付一千 两千 三千块的学费 这个部分我们精算过 如果免学费的话 台北市政府大概要将近 提出十二亿的预算就可以完成 也就是如果我们要减轻父母的负担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减轻他 三四岁孩子的学费负担 所以这部分加起来 免学费的话大概以十二亿为目标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公共化 已经达到相近 现在达到百分之七十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市民 他必须要去念私佑 那私佑的部分 在科斯朗任内 我们是每个学期一三六六零 那以现在台北市的物价 还有相关的房价 以及我们希望减少私佑 跟所谓的公共化的学费差距的话 我们的一三六六零必须要加倍 也就是怎么样让公共私佑里面的补助 能够让家长的负担 跟念到公共化的差距慢慢的减少 所以减少的话一三六六零每学期 我们希望一年有五四六四零 第三个就是公共化的比例先是70% 我们希望慢慢朝向75-80目标 那老师们最关心的就是师生比 师生比目前教师团体一直都提出 我们虽然少子化 我们希望能够精致化教育 而不是不断的减班 所以应该是说把师生比降低 是第一优先 所以师生比现在是1比15 我们希望直接可以做到1比12 但是这必须要花费一些相关的经费 就是市政府在教育基金来支出 那最重要的是现在不单单只是发钱 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让幼儿教育里面的师资品质提升 因为发钱 我相信所有家长只要是好的 他都愿意出钱 但是如果找不到好的托育的场所 找不到好的老师 找不到好的学校 这才是他烦恼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品质能够提升 让老师能够久任 让老师在这里面工作的安心 然后对孩子的照顾 还有他的品质是提升的 我相信让老师安心 我们的教育品质才会更好 有关老师们的权益 黄珊珊也提出包括合理的工作量 确保合理待遇等多项证件 我自己是个妈妈 我常常就觉得 对 老师是每一天影响孩子 然后家长跟老师的沟通是非常的重要 那校方对于教学现场的尊重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达到刚刚讲的四方共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最终还是会回到教育的现场 所以老师的权益 第一个合理的工作量 因为我们现在有教师法 有工会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就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但是还是应该去斟酌它的合理工作量 第二个是成长的资源 我想老师都常常必须要不断的研习 不断的精进 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 然后这个成长的质量 可能必须要由政府来帮他们提升 第三个 待遇的部分 常常我们很多的待遇 能比跟其他外面的比较起来 其实我觉得以老师的部分 我们的待遇可以再更合理的来做一些调整 另外师资跟教学环境 我们要重视它的资源 因为研习跟教师的自我成长 这件事情我们要做它最好的后盾 另外就是友善的亲师关系 亲师合作的平台的机制的建立 而且它的效能的提升 因为要增进对话 常常在学校有一些误会 有一些家长 可能跟老师的沟通 有一些误会 所以那个对话 其实就变得非常重要 现在是家长会跟教师会 担任这个平台机制 那我们希望说 再把这个平台的机制 建立得更完善 让大家除了教育的现场 教学的内容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增进对话 然后让它到一个学校里面 很良善的来治理 另外成人的终身教育 黄珊珊也提出要推动 代歼学习老幼共学的政策 所以终身学习包括长辈 所以他们可能去写下棋 学摄影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非常 对他身心健康 很有帮助的事 所以台北市有 乐力学习的白皮书 我们希望 这个是一个学习的城市 任何时候 任何时间都可以学习 那所以我们想要推行一个 代歼学习的老幼共学 也就是我们希望 在十二个行政区 都可以有长辈跟小朋友 他们可能在学武语 他们可能在学他们的 他们可以共学 老幼共学这件事情 应该可以在 现在的社会里面完成 尤其是台北市 我们现在可能有社会住宅 社宅里面可能有老人 有小孩 其实在各个社区里面 推动代歼学习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另外就是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现在有非常多 我们十二个区域有十二所 那几乎叫做 几乎都是额满 甚至爆满 那表示我们终身学习的 风气非常的盛 所以增加社区大学的值跟量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希望成立一个 比较跟现在的社区大学 形式可以有更多的新的经济 比如说他可以做 金融财经素养的教学 他可以做一些职人达人的训练 他可能甚至可以做一些 跟他现在的工作求职 或他自己的相关的工作上面的提升 他可以去做一些他专业上面的培养 所以再成立所谓2.0版的社区大学 跟现有的社区大学做一个升级 或者是结合或者是新设 就让这个学习的书跟量更多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 还抱不到社区大学的名额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增加所谓中生学习的量 这场教育政策发布现场 从幼儿教育到中生教育 五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 共提出了12项主题的教育前瞻政策 要将全国第一亚洲第一的台北市教育 再往前继续迈进推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民间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举行教育政策记者会 以梗固根基培植新创为主题 针对国小代理教师比率高 高中多元师资不足 幼儿园师生比过高等现象 提出了三大面向主张 持续政策诉求台北市民的支持 首都选战倒数两个月 引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公布教育证件 针对三大面向主张 包括降低国小代理教师比率 高中共聘师资编列经费调降幼儿园师生比 不足现行不足之处 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近来大概 代理教师的问题被提出来最多 在国中小 事实上本来是有8%的代理教师的 但是在台北超过50%以上 是超过了8% 那当代理教师多的时候 代理教师多的时候 他就会形成一个问题 就是代理教师的权力 就会被抹煞 那当他权益受到抹煞的时候 其实教育教学的品质 相对的低落 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在结构性上面 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们要把代理教师 比例拉回到8%以下 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结构改善的 那教育也会得到改善 那相对还有代理教师 因为他是代理 他一年一聘 最多只有两年 工作不稳定 心目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完全掉了 不是说不好 就是结构的问题 就会产生教育品质的问题 所以我们想要去把它相对的改善 那第二个他学校也都是用教理 代理教师 兼行正职 兼老师 兼行正职 所以是 工作不稳定 工作特别多 要好好保重心 学校的老朋友 家长对他们信心似乎也不足 因为根本就不够 所以在国中校里面 在根基上面 我们觉得这个 需要把这个结构 再来做一点补强 那至于在 这是国中校 那高中在108年 我们的多元课纲开始了之后 是一个好的方向 事实上要让教育更灵活 让大家能够有在多元学习 那很多项的一个选修 那有校定的逼修 很完整 那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可以让学习能够更好 那但是也是因为这样 也就是说很多样 很多样 老师的报告 但是老师的报告 全部都是整个全部的 所以相对的量也不是那么大 我意思说 这个学校选修的课程 可能我们不是全校 就大家来选 可能说十个二十个 就来选 你大家的校都要来聘 这个老师 那相对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大概用这样子 等于是附近的 让它有一点像是 大家合作用共聘的方式 那由市政府 市府这边来做一个规划 让哪一个学校聘哪些老师 然后互相来合作 那这样在最少的人力下 它可以达到最大的一个效果 那这是我们在高中在因应 一百零八年课纲 既要达成就是一百 这个课纲里面 希望的一个目标 那也能够减轻学校的负担 让它变成可行 那教育的品质也要来提升 那另外在幼儿园 我们长期一直都是一比十五 一比十五 那一比十五 其实老师要顾 实在是不好顾 现在孩子 我们就知道像我以前小孩 没想到对不对 老师画了 不要再坐了就坐了 现在已经没有理由像这个了 现在都是这样 很人性化的 所以一对十五 我们认为 在教育的品质上面 代理的 照顾的品质上面 都比较稍微不足 那看到先进的国家 其实大概都一比十以下了 那也当然我们因应实际的情况 那因为这有失智的问题 那学校还有那个幼儿园 金语的问题 所以我们准备编列大概五千万的费用 那在这一任里面逐年的改善 希望能够达到现在 市府现在已经在做 他们现在准备做时间嘛 五百万做十件 我们现在想要给它更快的 所以差不多可以做到一百件 变五千万 然后最后在技职的体系 技职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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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我们教育中 变成一个模糊的空间 有的人把技职 比较好的技职 也继续还要改变 那真正有技职需要的 又受到忽略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把技职那一块 把它弄好 换句话说跟学校 跟那个跟产业做建教的合作 这一块由市府出来 帮忙来媒合来做 一起用学校的力量来做 那应该能够更好 让技职能够上回到 那另外我也认为说 在这里面的奖励等等之外 那其实政府也要拿出一些态度来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在技职里面的学生 到国外去比赛 其实有些都表现得非常好 那怎么样在市府这边 能够设一些奖项 与奖励鼓励 那如果要出国去比赛的时候 那也可以资助 补助相关的一些费用 让学生在上面得到荣幸感 那自然这样子 在技职教育 就会导向一个 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向来 陈时中说 以前教育的目标是会读书 但现在还要有才艺 具备语言及输为能力 更重要重视身心灵发展 以前追求标准化 如今已在反转中 要让小朋友们快乐多元学习 然后再创新 创新大概是两个 基本上台北大概 英语的教育也做得不错 但是全面性上升不足 但我知道它现在正在发展中 那但是呢 从英语教育里面 大概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 所以需要有很多的资源进来 怎样让国外的学生来台湾 学中文的 或是一般来学的 那怎样跟我们来合作 到学校里面去巡回 跟大家能够产生 这个沉浸式学习的效果来 然后另外在数位学习方面 这里面很重要 他们提出一个混沉学习 那混沉学习指的 就是说 等于是跟学生拎才施教 那有落后的可以及时补强来 那现在看起来很多县市做得不错 昨天陈老师也特别跟我提 说台南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那未来我可能跟台南 跟黄市长那边来取亲 看怎么样把这地方好的方式再引进来 然后另外呢 因为这是一个学习里面 其实有教材的问题 那还有老师的问题 老师有些相关的落差在 学生有老子也会有 所以怎么样 做一个辅导团 去跟老师沟通 让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数位学习的能力 都能够提升来 另外要设立一个多元穿机的教育圆区 在这里 在一个圆区里面 其实也等于是让各种的实验的教育 都在这个场域里面能够来进行 互相观摩 互相来学习 然后最后 当然就是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人 其实都很重要 那我们再指的说在特教这边 也不能被忽略 虽然它是非常的不容易做 但是我们更要每一个学生都不容忽略 所以里面 我们要充足我们的助理员 来辅助教学 那提高专业的陪伴时数 那当然我相信这个也会被 我们的对手再来批评说 这个是要花钱 我也知道是要花钱 可是这个钱你不能不花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人能够帮忙辅助 那教育 不管从生活面或是在教育面上 他都需要 所以不能因为这需要花钱 而让这东西的缓慢 那当然有些协同的教育等等的 这是数位学习的伙伴 双与数位的学伴 这里面指的就是说是 我们可能有一些 相对我们的目标群 还是指一些退休的老师 可以来帮忙里面 能做一对一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学习 让我们的特教的学生 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 陈时中强调 教育环境的改变 对老师教学者的压力增加很多 因此对他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唯有支持教学者才能产生整体力量 将来一定会全力支持学校和老师 公布更进 赔直创新 每一个学生都重要 每一个学生都重要 记者沃云俊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力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能你来拿 想请请假中佳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金融市长参选人谢国良到台北参与座谈会 与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同台 两人互动交流希望借由多多沟通 加强首都生活圈的合作 共享共融共创多盈 蒋万安在会中提出他的台北愿景 希望借近美国成功举办的音乐季系列活动 加上台北独有的潮流科技文化 除了重视创新跟炒根 重点是有共创的理念 让台北活动更具有国际特色而打出知名度 这尔赖区域伙伴一起来集思广益 共创多盈共享共荣 刚刚也跟谢国良 国良兄一起交换了很多意见 未来一定是北北基陶城市区域的治理 我们会提出很多共同的市政愿景 那不只是造福台北市民 希望造福包括基隆市民 我们大家共荣共好 万安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们很多次都一起讨论 我很期待他未来不久以后 可以到基隆来来帮忙一下国良 万安跟国良可以一起来跟民众来肯托 当然未来我们初步的规划 透过台北国际潮流音乐节 能够先从音乐开始 刚刚谈到这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汇聚音乐的人才 让源源不绝的创意 能够发挥出来 然后整合现有的资源 包括扩大既有的活动 台北电影节 一岁节 新创基地节等等 还有包括每一年的电导展 Innovax 还有包括白昼之夜国际书展等等 把它串联起来 其实台北市绝对可以 举办这样大型的像西南天的活动 对我想不止音乐器 我想未来很多的活动 还有相关市政的推动 都是需要跨现实的合作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会跟国阳 一起好好的来沟通 好好讨论 我们一起合作 让很多共同的城市 大家都能共融共好共享 而会后谢国阳则提出 他希望推动内科厂商到基隆 来设置营运分布 降低通勤的机会 也增加在地就业的可能性 而未来他会跟万安好好的来讨论 解决内科跟基隆台北间的通勤塞车问题 不过基隆民众真的每天 都要经历这个通勤的过程 我觉得大家相当的辛苦 我们看了已经也有好几十年了 我真的觉得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就业 要留在基隆留在当地 哪怕是五赌六赌 也是基隆的一部分 我们就是要把就业 大量大规模的就业 要把它移到基隆来 其实内湖科学园区 大家都知道 现在有过于拥挤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说未来 如果某些企业 能够从内湖科学园区 发展一个分布 或者是一些移转 到我未来五赌 推动的基隆科学园区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 对内科也好 对基隆的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就是未来我会跟 办案市长来合作的一个地方 记者黄日生台北报道 规划有中型音乐厅 及篮球场等多功能设施的 基隆市成功国小活动中心整建工程 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目前工程进度超前1% 可望如期在民国113年完工启用 由于施工品质佳 金融市政府也决定要报名 争取公共工程精职奖 在金融市政府交易处长 杜国正等人陪同下 金融市长牛昌带着工程帽 进入工地逐程查看施工状况 这里是成功国小活动中心整建工程现场 这栋复合式建筑已经出具雏形 包括多功能球馆 即可容纳400人的展演音乐厅 目前工程精度已达57.82% 超前1.01% 这个工程不仅对我们成功国小的师生 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其实对周边施球无礼 未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活动的一个场域 那特别这个活动中心上面 有一个表演的一个空间 有400席的一个座位 那未来也可以进一步的分摊 文化中心的一个压力 因为一个中型的一个展演空间 也是我们金融市非常的需要 那现在文化中心基本上 这个场地都是饱和 所以未来成功国小的活动中心 跟这个演艺厅完成之后 未来也会变成是我们金融市 很重要的一个中型展演的一个场所 那今天特别来看这个工地 因为每天从这边附近经过 我觉得这个工地其实进展的非常的顺利 那刚刚听了简报 那原本的一个预定的一个进度是百分之五十六点多 那目前有超前一个百分点左右 那我们希望这个营造厂能够在我们金融市的雨季来临之前 把这个包括顶板以及旁边的这些个墙面的部分 把它阻力起来 那这样子可以避免受到这个雨天的一个影响 那工程的一个进度也能够在比较确保 不但施工进度超前 成功国小活动中心整建工程的施工品质 也获得市政府施工查核的高分 及2022国家卓越建设奖规划设计类金子奖肯定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将进一步争取角逐公共工程金子奖 这个工程整个营造的一个状况还有品质 我觉得感觉是还蛮不错的 而且施工查核也都品质水素很高 那所以这一个工地呢 我们也预计要来争取 国家建筑奖的这个工程金子奖的一个奖项 所以这个营造厂跟建筑师 还有我们市府的团队 大家都很努力希望能够争取这样的一个荣誉 牛昌强调这是以校园为核心 社区改造运动在成为国小基地的最后一里路 未来活动中心完工启用后将可衔接成绩转运 更进一步串联成功一路狼带 搭配未来31号桥改建 把四球五里跟四港核心区有效串接 成为学校与社区营造共好共浓的典范 记者张其滩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有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